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否则图形界面的操作屏幕就太小了 重启树莓派 使用VNC Viewer连接树莓派 打开文本编辑器 打开要编辑的文件 直接进行编辑就可以了 在Linux字符终端模式下 可以使用Nano或者VI编辑文本文件 直接使用Nano命令打开文本文件 在其中进行编辑 可以使用最下面两行中提示的命令进行操作 比如Ctrl X就是退出 VI编辑器相对复杂一些 使用VI打开要编辑的文本文件 进入VI编辑器 很多人会一头雾水 要掌握它 最关键的是理解VI编辑器有两种状态 一种是命令状态 一种是编辑状态 在任何时候按Escape键进入命令状态 在命令状态下 每个字符对应于不同命令 比如X就是删除当前字符 斜杠就是查找 滴滴就是删除一行 冒号W就是存盘 在命令状态中 输入字符A或者字符I进入编辑状态 这时候输入的内容就直接进入文本中了 按Escape键重新进入命令状态 冒号WQ存盘退出 相对于其他文本编辑手段 VI编辑器需要花些时间 学习和记忆它在命令状态下的各种命令 但VI编辑器的优势在于 在整个编辑过程中 双手不用离开键盘的主区域 不用使用小键盘或鼠标 熟练之后 这是效率最高的 我们也可以基于浏览器 使用JupyT Notebook编辑文本文件 直接在JupyT中点击对应文件 打开就可以了 在使用JupyT Notebook编辑YML文件时 需要确认我们使用了合适的等宽字体 否则字符宽度不同 会造成YAML中上下文的空格和字符 无法对齐的问题 而对齐这件事在YAML格式中是非常重要的 最后我们也可以通过网络邻居的共享 在Windows中直接编辑Linux的文本文件 在Windows下编辑Linux的文本文件 有两点需要注意 第一 用Notepad打开Linux中创建的文本文件 可能会不换行 这是因为Linux下文本每行末尾仅有回车服 没有换行服 第二 Windows下缺审的中文编码是GB2312 而所有非Windows系统都使用UTF8 所以当文本中出现中文时 必须将文件另存为UTF8编码格式 因为以上特殊性 所以我们一般会使用免费的Notepad++ 作为Windows下的文本编辑器 Notepad++的下载地址在PDF文档中有 在未来的实践中 不管是对配置文件的修改 还是程序编码 都会使用文本编辑 本视频介绍了如何进行Linux下文本文件的编辑 大家多练习和实践 必定会进入一个精彩的Linux世界